好在这一题呢 他叫我们不用计算机来做这个table 然后我们的30度45度60度是spatial angle 还有呢我们的0度90度180度270度 这一节也是属于spatial angle 但是在他里面呢 这个3045跟60是另外的spatial angle 然后这三个呢 有一些老师是让他学生背 然后我是让我的学生背图形 首先我们有一个什么 等边三角形 三边都一样 所以他三边都是60度 还有我有等腰三角形 然后这个是45度 然后这个是45度 然后这边给他1 这边给他1 然后这边就会是spatial angle 1²加1²2 所以我的tangent 45是1x1 所以他是1 然后我的sine 45是1x22 1x22x2 然后他也会变成2x2x2 如果我rationalize the denominator so你在你的老师 你不要你的老师怀疑你用计算机的话 你就写1x2x2 然后再来2x2x2 所以这个也是1x2x2 然后2x2x2 如果你直接写s2x2x2的话呢 你的老师可能会怀疑你用计算机 因为计算机size 45 他就直接出来s2x2了 然后有一些计算机 他比较旧款的就没有这个功能 可是新款的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这一边呢 我们知道等边三角形 三边都是60度 然后他这一边 我跟他这样垂直下来的时候呢 他就会是 这个是90度 然后这边分一半 这个是60度除2 然后也就是30度 所以我这一边呢 我有30度 然后我这边有60度 假设我每一边呢 我这个是1x1 所以这边是2x2 所以我这边有1x1x2x2 然后这个部分是90度 然后这个是square root 2x2x26 所以这边是square root 3 这边也是square root 3 OK 所以我们30度的时候 它的sin呢 是1x2 s1x3x2 然后它的cos呢 就是square root 3x2 스�are root 3x2 它分母是整数 不用去rationalize denom어요 然后我的tangent的话呢 是1x2x3 1x2 你用计算机按出来的时候 它是square root 3x2 OK 所以你不要让你的老师 误会你是用计算机的话呢 你画这个图形给他看 然后再写这个东西 然后你在这一边 你可以看你的tangent 30的时候 你拿到的是square root 3和3 然后接着呢 我们的60度的话呢 sine是square root 3和2 所以这个是square root 3和2 你可以看到 sine 30跟cos 60是一样value sine 60跟cos 30是一样value 然后我的tangent 30的话呢 tangent是opposite adjacent square root 3和1 所以它是square root 3和1 也就是square root 3 这个其实是1和1等于1 so你也可以用你的计算机 在这边按tangent 60 然后你拿到的是square root 3 ok好 然后你的sine 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是 tangent 30还有sin 45跟cos 45 你的cos 45 你看你的计算机按出来的时候 它不是一本square root 2 它是square root 2和2 因为在计算机里面 它不会让它的分母有square root 2 你在你计算机这边 你即使你输入一本 那个square root 2进去的时候 它出来也会变成square root 2和2 你的那个一本square root 3的情况之下 它也会变成square root 3和3 这样 它会变成了 诞业来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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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诞业来团的